从这个入口走进来 仿佛踏进时光隧道 这条街全是卖绳子的店家 各式各样的绳子商品 摆满整条街 开门做生意这一刻 店家等了快十年 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 至今还是处于战争状况 2023年一场规模7.8的强震 对阿勒波更是雪上加霜 城市内建筑毁损严重 许多老市集面目全非 叙利亚好几个非营利组织联手 开始修复阿勒波古城 经过一整年修整 38个市集中有7个已经完成整修 这处市集8月底重新开张 杂货店里商品琳琅满目 地毯店老板也赶紧把各式地毯挂出来 来逛街的人也不少 内战爆发之前 阿勒波是叙利亚最大城最大商业中心 黄金时期这处市集里 有15000多家商店 现在虽然远不及全盛时期 但阿勒波人表示 希望长存心中 更盼望店开了观光客也能回来 影视新闻综合报道 连建议